今次我们最主要的埋点 VPL VW500ES 亦是我们的Sony第二部 全4K native 4K的Home Projector 和一般市面上讲的4K有点不同 我们不是利用一些电子的技术 去做一个VIRTUAL 4K 那块Panel是Native 4K 所以你们会享受到一个真正 2K的画质 另外还有一件事 今次VPL VW500 和之前的旗舰型号也有些分别 今次VPL VW500ES是更加亲民 无论安装上 USERFANY 或者就算价钱也是更加亲民 因为它尺寸小一点 更加适合香港这个环境的需要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全新的系统 用来接收3D信号 我们今次转了用RF 用Video Frequency 这个相对性是比较稳定 还有它的Coverage 它的半径范围里的10米 都可以收得很好 这也是今次VPL VW500ES是一大卖点 4K普及化 是不是4K或者多少K 继续发展下去 我不敢担保 但是一件事可以肯定 向高的继续发展是必然的 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 随着装装 很大量的数据的媒体 越来越便宜 这个都会是将来的一个trend 大家好 我是Sony的 Home Entertainment Team Marketing的同事 我是Dixon 今次的发布会 主要是为大家介绍 我们全新的4K LED电视系列X8500A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过去的季度 其实我们已经推出了 不同串属系列的4K电视 84寸 65寸 和55寸的电视 今次在4K大家庭里面 加入一个新的成员 4K都是未来的大趋势 我们在这个范畴都不为余力 推出不同系列的产品 满足不同用家的需要 今次的4K电视机 都有一个超高的解像度 3840×2160的解像度 是为了一般全高清的4倍 同时除了画质的展现之外 解像度的提升 我们在画质的范畴都会有所进步 比如跟机的配备了 4K X-Ray T Pro的一个视像引擎 对于不同的信源 都是有一个解像度的提升 除此之外 颜色方面 我们今年的Model 都是配备了Tri-Numeric Display 一个专用的颜色展现的技术 颜色的色域的展现 比起一般的牌子 或者之前的型号 都会有所提升 这个季度 其实我们都很着力 去带动到4K的一个市场的动向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产品 会带到给大家 对啊 有点重备 对啊 有点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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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头发 对啊 有点重备 我们现在下一个面前 有点重备 还有一个面前 一个面前 谢谢大家